那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 请不吝点赞 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大涨了205点 刷盘指数11511点 涨幅1.82% 成交金额1803亿元 而OTC市场也大涨了3.16点 刷盘指数是154.57点 涨幅2.09%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证券分析 施生伟杰 伟杰台北股市呢 昨天也出现了 暴富式的反弹 从上个礼拜 那么台北股市连续下跌之后呢 那么昨天因为美股的反弹 台北股市呢 顺利的收复了 上个礼拜五的跳空缺口 不过礼拜四的那一根长黑棒呢 那么是今天要挑战的目标 能不能够挑战通过 这点很重要 我们要如何看待 的确刚刚封印提到 就是说在上个礼拜 是这个长黑的高点 的确是台北股市 极短线的一个压力取用 而且呢 这一根黑黑棒 其实是带的 比较大的一个成交量 超过2300亿 所以其实按照 就目前这样的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大概是2000亿不到 可能挑战就算指数上面有成功 但是呢 也没有办法能够占得 对于台北股市 接下来的走势 可能会稍微有点点震荡 不过昨天收盘至少是封闭了这个跳空的缺口 那么也免除掉了台北股市 这个大幅下跌的一个风险 那基本上这个是建立在这个美国股市的 跌升反弹 那当然这个跌升反弹是由FED出手干预的 那当然就目前看起来呢 月线的支撑仍然是非常非常的强劲 那台北股市的这个月线的扣底值 在未来的10天会持续的往上扣底 那只是说在这10天当中 它会提供给台北股市一个攻击 有利的环境 如果没有办法能够越过 这一波反弹的高点 那么10个交易日之后 月线的这个支撑力道就会开始转弱 那转弱之后呢 很有可能就会开始出现 这个横盘之后下跌 回档修正 到基线以下的一个机会就会比较大 所以其实月线的关系 跟台北股市在短线上面 是有比较重要的一个关联性 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在接下来10个交易日 台北股市的一个这个反应 那另外在成交量的部分呢 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 台北股市其实过去有一个惯性 就是说它只要出现 波段高档爆量之后 它没有办法再持续创高 通常呢 它拉回的几率就会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台北股市现在只能有一个方向 就我们刚刚讲 在10个交易日之内 它只能攻不能守 那如果防守还稍微不能够守超过4天 10个交易日就要突破上个礼拜四的高点 还是说10个交易日之内 只要不要跌破月线就好了 10个交易日以内要突破高点 对要突破高点 那另外刚好成交量的部分 是可以配合到现在目前的 新台币的汇率 它是相对比较强势 所以其实外资短线的买盘 有一些回流的现象 那如果说接下来 它没有办法利用外资买盘 回流的一个状况 能够顺势往上去挑战高点 基本上台北股市反弹的气势 就会比较偏弱势一点点 那么从结构的角度去做分析呢 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 在OTC的部分 目前呢是已经确定是量缩的一个格局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 月线的支撑 因为过去我们发现到OTC的这个指数 它只要跌破月线反弹站不上 那么OTC的波段回档 就会开始出现 而OTC代表就是目前台北股市的 市场上面的这些中小型的个股 回档的幅度就会比较大 比较明显一点 那这些都是市场上交易的 一些相关的人气的指标 所以OTC的这个月线的防守 能不能够成功 也是关乎台北股市人气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那另外呢在电子股的部分 还是维持强势领涨的一个指标 尤其是如果电子跟金融的指数 我们来做个比较 你会发现电子它是已经回补掉了 3月9号的这个空放缺口 可是呢金融是还没 所以我们再度确定 就是说电子股如果是要上涨的话 是一个强势领涨的一个指标 那如果大家看到电子股明显在休息 金融股在涨 那就代表结构是一个落后补涨 那成交量也不容易放大 所以其实电子跟金融的一个配合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 那另外呢从电子股的这个全职股 我们做个掌握在台积电的部分 它同样在昨天台北股市回补掉缺口之后 其实台积电并没有回补这个相关的 相同的一个跳空缺口 那么再一次的出现 它的表现是落后大盘的一个状况 这个其实在过去台积电的表现上面 是相对比较少的一个状况 之前呢台北股市 它一向都是引领大盘的 对之前这个台北股市在5月底 领先过高的时候 其实台积电就落后 直到最近才出现上涨 那这一次在回补缺口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个落后的一个现象 这个是比较不寻常 那昨天的其实这个环境 其实看起来市场上的这个交易的气氛 是非常热络 而且外资回补的力道 从6月份开始来看的话 其实它回补的力道不小 如果是整个6月份来看 昨天买超的章数也还蛮多的 可是呢在过去6月份以来 推升台北这个台积电上涨的 这样子的一个买盘力道 却在昨天没有办法 让台积电可以封闭缺口 这个其实还蛮诡异的现象 所以昨天的台积电 就会变成是接下来 在电子股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重点 因为昨天的这个市场上 有认为有一个利多开始发现 就是说美国的商务部 它说它开放美国企业 跟华为合作 那所以其实昨天的台北股市的盘面上 气氛还算不错 但就现在这样的情况来说 如果开放跟华为可以合作 那台积电怎么会没有 在这样的氛围当中 能够回补缺口 这个大家特别留意的地方 另外呢在鸿海的部分 它虽然是封闭的缺口 可是呢 它也没有因为外资的买超 然后再创高 仍然是维持在一个 比较偏弱势整理的格局 大力工也是一样 虽然昨天它的涨势比较明显 可是同样 它也没有再次的过 越过高点 然后呢维持在一个比较偏弱的整理格局当中 另外可乘的部分呢 它的缺口是没有封闭 很明显它的基础线形是已经开始转弱 美绿的部分在本坡的反弹都是跟不上 那线形是比较明显偏弱的 台郡虽然说它的高点是 表现算是相对不错 可是呢 它的攻击量是完全消失 那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高档震荡的一个格局 所以其实它强攻的机会就比较低 那本坡在瓶盖股当中市场上最看好的就是GIS的这个 夜城 在夜城的部分也开始出现创高之后跌破月线站不上的一个现象 综合以上这几档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今年的瓶盖股国内的这些供应链的行情应该不太会很好 那如果再配合上其他的这些所谓的电子产业的一些相关零组件的供应链 包含像是过去市场上都认同的这个记忆体的涨价 就目前看起来我们得到的最新效率是现在的记忆体相关的报价是在下跌 那你要特别留意 在记忆体族群的部分 五月初他还在喊说我们的需求是一路要旺到年底 报价会持续上涨的时候 他已经出现了个股的利多不涨 那甚至有些个股是已经出现明显的转弱 就在五月的时候 所以他们的喊话其实跟实际上面市场的反应是不一样 没有错是完全有落差 那现在我们看到报价下跌就更可以确认说 我们先前提醒大家说 这个可能在下半年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那现在就是更明显的是硬诊 那现在目前的报价开始下滑 当然对于他们的股价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 那么这些记忆体相关的这个看好的这些事况 跟他们五月份很多的一些现象 是建立在5G制服器跟手机回稳 就是下半年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况当中 可是大家要想 如果市场上认同的产业趋势向上的这些供应链 都开始出现了利多不涨 甚至已经开始出现转弱的话 那么原先市场上的预估是不是会过度的乐观 比如说大家都预估今年的5G发展会很好 那是不是你看到记忆体相关的这个零组件开始往下掉的时候 是不是今年的发展其实没有原先市场上预估来的乐观 而5G的发展是不是也没有原先市场上预估来的快 伺服器跟手机也是同样的情况 那包含像是被动元件或者是伺服器的零组件 甚至在PCB散热 这个其实都是比较广泛的在电子产业当中的一些领先指标 可是他们都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利多不涨 甚至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个股都已经跌破月线站不上 所以代表现在目前的整个下半年 对于订单的接单状况来说是有明显的疑虑 那么重点是要回到我们上个礼拜的FED的利率决策会议当中 除了他说维持零利率到2022年之外 他特别还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下半年的美国 他会出现很多的企业倒闭潮 那这件事情就非常的恐怖 因为在下半年出现企业倒闭潮之前 FED已经做了非常大的宽松的一个规模 可是在这样的宽松的救世的过程当中 还是会有很多的企业会倒闭 然后失业率现在目前看起来有稍微指纹 但是看起来下半年失业率还是会不断的攀升 至少在中小企业的部分会有1830万人 预估只要1830万人会出现永久性的失业 而这些失业的人 他会影响美国的GDP至少5% 那另外呢 在这样的失业潮扩增的过程当中 7月31号 美国的森林救济金的这个第一次 比如三月底的这些人 到7月底失业救济金就会到期 然后另外针对纾困金的部分 美国政府呢 也不会再延长加发 所以其实在7月底过后 美国下半年的危机是会越来越大的 那偿付能力的一个危机 就会变成是美国 动摇美国银行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危机 那所以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失业率的数据 跟像FED这样子的一个推估 那么下半年怎么会看得到 欧美市场的这些相关的消费力道在一起 那同样的你对照回来 那现在这样的记忆体的包价往下跌 是不是还蛮正常的 那虽然昨天晚上的美国的零售销售数据的 这个月增 成长其实还不错的 月增哦 各位注意一下 这是月增 其实比市场上来得好 那就是建立在前一个月的超低机体之上 那如果说按照这个零售销售数据 其实它只是出现一个谈话已现的V型反转 它其实是符合川普的政治语言 所以这一次的美国股市的反弹 它主要还是建立在上个礼拜五 FED干预市场的一个政策 所带来的一个延续效果 至于FED接下来 它的干预程度会不会增加 那就要看美国股市的一个反应 现在目前美股的反应是 FED只要不干预市场 基本上美股就会下跌 所以只要美股出现危机 FED会干预 但是干预有没有效果 就长远来看应该是不太会有效果 所以其实干预越久 市场会越麻木 当指数已经麻木 没有感觉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开始进行回归基本面的发展 听起来你觉得最可怕 最值得担忧是从七月开始了 没错 是从七月底下 我发现